而布里香稻草艺术记动物迷宗道义之歌 在布里香农会罗山展示中心旁的大草坪举行 而今年除了是各社区农民艺术家 打造了20多只稻草鸟类装置艺术 在整片的波斯菊花海当中展出作品 布里香稻草艺术记今年迈入第五届了 去年主题是海底世界 今年是以道义之歌为主题 主办的布里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说 今年农民决定要挑战天上飞的鸟 挑战的创意就是做我们的飞禽类的 所以就是做鸟类的 那今年的很多很不同的就是说 我们除了我们的国内的保育院的鸟类 还有我们农民看到的鸟类之外 还有今年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世界保育局的这些鸟类 也在他们的创作之内 系列20多件作品相当的精彩 长大嘴巴的巨角鸟 是永丰社区打造 大庄工谢协会的白俄常委追责 走五彩华丽风 站在黄红波斯菊花海当中 让人忍不住赞叹好漂亮 今年有技术上需要挑战的 就是我们处理地区的东北季风 非常的强 所以呢 用稻草要做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怎么支撑住 这个东北季风这强风 要让他们站得住 翅膀还可以展翅 这就是他们需要挑战的地方 张素华说 稻草艺术节长期展出 作品都是环保素材打造 建议游客趁早来 因为只要碰到梅雨季 台风季多少都会受损 也欢迎民众 4月30号之前 都可以前往参观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